来,那我们切换一下画面 因为呢,我们这个刚刚的这一份报告 前面我们是不是有用到的那个VDA的代码 所以呢,各位在存档的时候 请记得,你在存的时候要记得选这一个 第二个 如果没有的话,你选第一个的话 他通常会跟你,他会提醒你 他会提醒你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看看 他会提醒你这个东西,有没有 所以你要注意哦 那基本上来讲,你按否返回另存心档 如果你怎么样 所以基本上来讲,在这边 基本上来说 那么你按4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会存成 那么原来的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他说我建议各位 你在存档的时候呢 那么另存心档的时候 记得选这个 这个启用聚集 那个VDA的代码才会产生作用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刚刚不好意思哦,同学 等一下你要开练习4哦,不要开练习3 因为练习3这个档案是旧的 我没有忘记把它删掉了 不好意思,所以这个就不要管他 我们是开练习4 练习4的话呢,主要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表格 所以请各位把练习4打开来 这边练习4 请各位开练习4 好,那我在这边等各位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好,那我们请各位暂停一下 走 首先第一题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表格先把它选起来 好 你呢,左上角在里面点一下 随便找一个点一下 它左上角就会出现那个小框框 你滑鼠 移到这个小框框里面 可以亮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是选到了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就被你选到了 好,记得哦 选到用Ctrl按住 点一下C 做复制 把这个表格啊 call给ChairGPT 好,所以你把表格选到了 然后Ctrl按住 点一下C之后呢 进到我们的ChairGPT里面来 直接在这里 你二话不说 你都完全不用跟他讲什么 直接贴上就对了 直接贴上 贴完毕之后按Enter 因为你本身贴给他的就是表格了 那么呢,你先看他有没有生成表格再说了 你看 他竟然把我把公司都跑出来 有没有看到 各位啊 这个东西对你来讲 也算有用也算没有用 先不要管他 来,我先请各位 先请各位先贴上去 他还没有把你变表格 没有变表格其实不太好 是不对的哦 像他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哦 你先让他贴上 他如果变表格啊 我们目的不是要自己算 他给我公司没有用啊 我不知道放哪里耶 听懂吗 所以他给我公司是Excel才有用啊 所以他如果没有变表格 你要注意到哦 我就是要故意做给你看 他如果没有变表格 是给你公司的话不行哦 因为他给你公司 你怎么知道要放在表格里面的什么地方 好 好 所以各位呢 如果你 跑出来跟我一样哦 你不要急的高兴哦 啊他给我公司 对啊 请问你这公司要放在哪里 而且他给你的公司哦 是不能用的 各位最后手不能用吗 他这个公司是用在Excel的 不能用在Word 好 那我把它签 有 如果各位呢 有用Word做过公司都知道哦 在Word里面 各位如果有计算过他的表格的那个公式 各位都知道 Word计算函数公司它有规则 什么规则各位知道吗 函数没有错对不对 他的挂屋里面只有什么 只有什么 只有Left 还有什么Right 还有About 对不对等等等 要嘛左边加起来 要嘛上面加起来 要嘛下面加起来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哦 这个东西啊 他给我的有跟没有 差不多 所以呢 我们目的是要请他先帮我们做表格 所以请各位呢 你呢 如果给你公司的话呢 他如果直接张表格给你那反而才是我们要的 好 来 那各位呢 你呢 如果呢 不管怎么样 如果他给你表格 OK的 OK的 那你先不要动 如果像我 他给我这个公式 那我就要跟他讲 请他先把表格做起来 那个 那个计算 待会我们再说 好 来 那我现在再把资料贴给他 等一下哦 好 好 来 请各位暂停一下动作 来 你注意看 他一开始是不是给我公式 这是Excel用的 因为他本身不知道我要用在哪里啊 他只知道说我把格 他只知道说他其实很聪明啊 他看到我把表格copy给他 然后呢 总分跟平均是空了 是空下来的 他直觉以为我是要用Excel做 所以他就给我公式了 那么呢 我就告诉他 我就问他 我就跟他说 请转换成表格 我这句话跟他讲就可以了 他就帮我转成表格了 好 现在呢 总分跟平均值呢 怎么办 你呢 表格先出来再说 总分跟平均值 你直接再请他怎么样 对 请完成总分与平均值的运算 他会 他底下的表格出来的时候 总分跟平均值就出来了 好 来 请各位呢 表格出来了 你请他把总分跟平均值 把它运算完成 当然啦 你这两个问题可以一起问 但是我想说我把它分两个阶段 首先是让各位了解 你有可能会遇到像我这样的情况的话 好 那你可以跟他 你要再问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内容 好 我有可能会被扔了 提送哦 我想横 dic 好,運算好了嗎? 你就跟他講,請把總分與平因子運算出來,這樣可好 他就知道這兩個人會要怎麼做了 至於用什麼函數,你就不用管他 他自己會想辦法運算出來 他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聰明,你放心 但是有時候他也會 像我們底下的一些問題,他自己就會找不清楚 我們就要再給他過一點的提示 來,讓你暫停一下動作,這樣看一看 所以第一題呢,極其簡單呢 你表格出來了以後,你底下跟他講 請把總分與平因子運算出來 其實我覺得說你將來在問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問題直接連在一起 怎麼樣?請轉換成表格,並怎麼樣? 並把總分與平因子運算出來 他出來就直接給你這樣子了 聽懂這意思嗎? 所以你都可以自己做調整 我只是分兩次給你看 好,沒問題之後呢,我們把資料Copy起來 標題我就不用Cow了啦,我只Cow資料就好 因為你沒辦法單獨Cow這兩欄啊 所以呢,基本上就從這邊Cow就好了 Ctrl加C複製起來之後呢 回去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回到我們的Word Word記得就把這邊選起來就好 標題不用選到,標題不要選 你把這邊選起來之後呢 Ctrl按住等一下V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分數就出來了 OK,那如果OK了 那請問一下第二題該怎麼做 來,交給各位,你先做做看 好,謝謝